莫学认识一位师兄 自称有南海观世音菩萨在他身上 他本人也非常赞叹欢喜师父上人 这一次师父回台来善果林 他因有公私在身 无法分身 敬见参拜师父上人 甚感遗憾 他自己也在听 在看阿南问师父及兄弟 也劝人多向师父上人学习 另外他替人看前世因果 帮人化解居家过人种种 不干净 完全不收费 他只劝 职劝来人呢 要相信因果 他又跟莫学说 夏连居老之子 是玄庄大子再来的 又说这一次流行病的原因 是你前世煞猴 赤猴所感到的 如果前世没有做这些不善的意 就算你去和平医院走一趟 也不会有事 因为同事 向师父上人学习佛法 又在一起共修念佛 要么很关心他 是不是同佛所说的相应 是正是习 请师父上人慈悲开心 在佛门里面 有一个说法 所以是真人不录像 录像非真人 真的是佛门在来的 他一定不会说 别人说他一定不承认 坚决地拨持 这个是自古以来 代代沉船 都是守住这个规矩 到什么时候再录身份 录身份之后立刻要走 不能再住这个世界 再住这个世界说 妖言豁众 会产生负面的效果 尤其是九界分明 一个法界 一个法界一个法界 他有他的规则 由他的执事不能搞乱了 菩萨是另一个法界 菩萨到这个法界来 一定表现跟这个法界众生完全相同 火光重臣 印花到这个世界来 他所表演的 界定跟这个世间人完全一样 不会有两样的 有两样的 那你就是搞怪力神乱 怪力乱神会扰乱社会之虚 会扰乱人心 这个不是佛教学原理原则 他违背了佛陀教学的原理原则 纵然是善良 还是有毛病有副作用 所以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 鬼神附身 佛菩萨附身 却有其次 这个不是假的 但是你要想得呢 那假的也很多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很难辨别 我们如果是有这个机缘遇到了 就要守住一个原则 一定要用理性对待 不能用感情 绝不受这个鬼神的威胁 不被他逆诱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你要相信他 替他办事 他给你什么好处在诱惑你 你要不给他办 他给你什么灾难 他在威胁你 一般人很难不受这个威胁跟理诱 那你就上他当务 你的一生被他控制 那你的下场很难说 诸位看看 《楞严经》里面讲的五十种阴谋 佛说那一段经文 我们仔细去观察 他实在讲就是讲末法时期的现象 所以要有智慧见面 他说的是正面的我们赞他 说他是负面的 我们要严厉地吃着他 叫他离开这个世界 回到他自己那一道去 不要在这个道理里头来扰乱 我们的心证 行证 鬼神也会很尊敬的 那么用这个方法来处理就好 这个纵然得到佛菩萨加持 但是我们对待一切人自如 还是要依据经典的教训 这就完成正确了 即使古佛再来 也不会违背经典教训 这个道理 诸位细细去看 《观无量寿经》四学书 善导大师注定 在《上评上僧章》里面 就讲得非常详细 无论是罗汉再来 菩萨再来 甚至于释迦牟尼佛再来 阿弥陀佛再来 皮诺哲娜佛再来 他们所教书讲的 决定跟我们现在这个经文相应 绝对没有相违背 这就是真理 佛佛到头 佛没有两种说法 所以你这个朋友 劝他的时候 不要跟人家往来 不要说是佛菩萨来指使 应当说是 纵然是佛菩萨帮助你 你也根据今天的书 那这样就如法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